欢迎时间 埃特塔的悬崖 Le Rocher à Aitreta 他的创作者是印象派画家 克劳德·莫奈 Claude Monet 埃特塔是法国诺曼底 绵延数公里的一段海岸 可以说是鬼斧神宫 气势磅礴 当地人也把它叫做橡皮山 那在1883年到1886年间 莫奈经常来这里 他喜欢画冬天 寂寞海滩上的渔船 和海景中的断崖 拱门 事实上他只有很少的画作 是在现场完工的 大部分是用彩色粉笔 在纸上画一个草稿 然后回到他在吉威尼花园的画室当中 去完成创作 这一幅呢是完成于1886年 现在被保存在莫斯科的 普希金国立美术馆里面 然后现在呢是很难得 可以在巴黎的 路易威登基金会里面 举行的展览 看到他 这个展览还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在17年的2月20号就要结束了 所以想来看的朋友 要抓紧时间了 那莫奈呢 他可以说是印象派的典型代表画家 他呢在漫长的一生当中 始终坚持探索和研究观线的跃动 投射在景物上发生的微妙的变化 汇宁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